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靠路物理教室 今天我要讲的是有关同考力学 有关我们的force and motion的章节 今天我们就先讲一下 什么叫做牛顿的三大定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个是我们学历的话 最基本的三个定律 第一个 这有关我们的newton first stop of the motion 就是牛顿的第一种定律 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静者横静 动者横动 但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就是你的合力要为零 没有外力的情况下 每个物体会remend at rest 或是continue with a constant speed in a straight line 就是 一就是原本静止的 我也是静止 例如我们这个 原本静止的话 一样静止哦 如果它会动摄的 它会讲呢 它会继续 匀速 直线运动 记得啊 这条直线 OK 那条直线 那这个我们要做 合力为零 而这个 倾向 会维持着原本的自己状态 我们要做所谓的 观性 所以说 Inerture is the tendency of the object who receives any change in the state of motion 那如果你要知道更多 比较更关心 更更详细的东西的话 可以看参考我们的 SPM的 Form 4的 Chapter 2 那一章 来看一看 因为它是有关联的 我之前不重复讲了 我那只是稍微带过而已 因为 所以 同考的力学 主要是解题比较多 解释的比较少 所以就 比较少 去解释这个 现象这样来的 OK 这样如果合力不为零 我意思也代表 它有可能会加速 或者减速 但 如果合力不为零 这东西会跟到我们的 牛顿 第二应律律 有关系哦 所谓的 Newton Second Law of Motion 这样Newton Second Law of Motion 正在定义什么呢 The rate of change in momentum of the object is very proportional to the force applied to it 而且这个方向会跟它的 Force的方向一样 比如讲 sumf 这是我们最原始的 那个 定义啊 那你把它抽出来 把m抽出来 变成m 乘上v -u 而这个v -u -t 那是我们的 加速度来咯 所以不然上一讲 大部分的书 所以把这个定义写成 sumf -ma 不过跟你讲 这个公式哦 其实不是很对 所以 整个定义来讲的话 s 那是上面这一个 这是我们把这个公式 延伸出来的 就好像我们讲 omstor omstor的话 它定义是什么 定义是 在相同温度 或相同physical condition的话 我们的potential difference 会跟你的i层层层比 这是我们的omstor 最原本的 定义 只是过后我们发现到 这个concept 我们要做 resistant 所以我们讲v出i等一 r 不因为这个公式还蛮备哦 会变成v等一 i等一 所以一样道理 如果你背上f0mv -mv2t 太长哦 简写的话 变成f0mv 不过你应该讲 这个公式不是我们 真正的 对公式 这公式是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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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an object accept a force on the second object the second object accept the force of the cool magnitude bu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n the first object 当a给b一个力的时候是 b会立刻给回a一个力 那个所谓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这有两个东西要注意的啊 第一个什么呢 它的大小一样大 方向反反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呢 只发生在a跟b之间 没有c啦 就是a跟b的时间发生事情 这叫作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所以的话 a跟b之间发生的关系 就有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哦 然后大小一样 方向正好相反 就是我们的Newton third law of motion 在我们接下去讲我们的力学之前 我们要先讲清楚两个基础的东西哦 一个是到底我们 哪几种力是比较常见的 当然我之前讲的不代表我们 所有力学都会学到的啊 我们只讲几个例子吧 这样第一个什么呢 我们绝对我们最后最后要指的是 大概是四种common type of force 四种哪四种呢 重力 weight normal agent force 确实反作用力 还有我们的 升值张力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那个 摩擦力 只不过 我们的spring的force哦 会在我们的能量那边讲 因为spring的力跟这些不同的力比较不同 因为spring的力会随着你把它拉长它的话 它力会变大 那边它不是一个concent的force 所以我们就不提哦 但还包括一些拉力跟推力啊 不管拉力跟推力的话 比较简单哦 有一个方向就可以表示那个东西了 OK 那这个我们就不提 所以我们讲这四个比较基础啊 基础啊 第一个是我们重力哦 重力就是weight等于 max上acceleration 六组的gvd哦 也是我们的g哦 当然g 一般上也看好你的题目啊 一般上也讲同考是带gm bar m per second square 不过有时候因为它方便你计算的关系 它可以放10啊 可以注意看下题目写什么 到底题目写的是gm bar 还是写10 搞清楚 OK 这个你要注定出你的 考试 的词难 到底给的是gm bar 还是10 不会马上给的是gm bar 只是有些题目会注定还是10 要注意哦 那第二个要懂的是我们的 我们的 normal force啊 我们的 垂直反应重力 它有尽管没英称啊 除了normal force之外 我们可以做normal reaction force 或者叫做 normal contact force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它是 有接触 然后 多一个normal这个字 因为 这个力量产生的 那一个物体 是一个压力在表面上面的手势 那表面会立刻给它一个 normal force 所以我们要做 normal reaction force 因为如果你不压在上面的话 这个normal reaction force 不会产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做normal reaction force啊 但normal所谓的normal呢 因为它是 pandicular 它是会跟你的表面 垂直的 所以我们叫normal reaction force 然后通常 你试给它多大的压力 它就会给你多大的r 所以刚才来讲 我们的normal reaction force normal force 这个东西 我们用r来表示啊 为什么不用m来表示呢 就像tidal base 太多是n 我们通常不用m来表示 因为 我们的力哦 当然就是newton 如果用m来表示的话 m等于多少n 很奇怪 那就不像写啊 当然如果是 你要这样写是可以的啊 因为 mortage等于多少vot 也是一样意思的 不过因为 我们的force 一直用newton 不管哪一题都好 我是用newton的 这样很多个newton的话 那个n写一下 写一下是 更写到很重 只要你自己乱了 一般上来讲 我们用r来表示啊 会比较容易明白啊 OK 会比较容易明白 这样一般上来讲 如果我是 一个斜面的话 我是一个 垂直面的话 水平面的话 比较简单哦 就搞垂直就好 像这一个 上面这一个 那这一块的意思就是 如果当一个水平面的话 你的r 就是跟你的表面垂直哦 通常 r跟w一样啊 不过这句话注意一下哦 去看下 这边有没有一个力 撕下去 或是把它拉上来 你要自己注意一下 万一弄错的话 是 你就会错了 记得啊 因为是 撕在表面压力哦 并不代表是 你的重力表 可能有用在一些力 s在层上 所以的话 那个r 你只要看你的free vdgram 你vdgram讲话 就有这样的结果 OK 所以的话 千万不要画错啊 但他会被free vdgram的话 我们先要考虑什么鬼 首先 你看看题目啊 到底这梦子会不会动哦 会不会动的值 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他会加速 还是运速 还是不会动 如果adress 还是运速的话 你就带合力回0 OK 这样如果 那梦子会动的话 看往那个方向动哦 如果 是往 某一个方向动的 这样另外一个方向的话 你就记得看下 到底是要放0 还是放MA 所以大家记得注意了 那注意完这些加速减速 如果过后 匀速的话 或是不会动的话 那第二个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 你的力哦 到底这个物体有多好个力 有没有重力 OK 有没有Normation Force 有没有Tension 有没有其他的Apply Force 还有其他的摩擦力 之类的东西 每个都考虑了 但摩擦力的话 有难的题目 跟容易的题目啊 当然这个你们要注意一下 题目的讲处哦 OK 不过我今天没有讲到一些 比较难的摩擦力的题目啊 我可能等一下会给一个例子 给你们看 要点摩擦力 怎样看你的 方向跟 大小 OK 这样我们继续讲哦 所以我们讲 Normation Force的话是 通常 都是跟表面 垂直的 都是一个球体的话 怎样办呢 那球体的话代表 球体的话圆的话 是 那面在哪一个面 一般上来讲 面讲看的 一个球体的面 就用它的切线 来看 它现在怎样跑 就是 就是 跑 你发现到这个切线 就跟这个表面一模一样 重叠了 代表 球体 的表面 跟它这个表面接触的话 就是它切线 同时这个也是我们所谓的接触面哦 你直接从这边 画一个 垂直线 上去 这是你的R的方向 而且这个方向 肯定会经过 圆的 圆形 这你们记得啊 OK 但还包括我们的Tension Tension的话 是比较简单的 呃 Tension的话 一般上来讲 同一条绳子 的力 也是一样大 比较麻烦的是我们会 它的方向 你讲看 我建议你们啊 方向讲看的话 然后就看 如果 好像这个 有T1跟T2 A跟B 你就要看哦 它对哪一个实力 OK 例如哦 你看B的话 我再画Fu了干嘛 画B的话 B什么力 B掉着的嘛 是有一个中力哦 WB 它掉着嘛 不掉下去 那边有一个力 把它拉着哦 那样想啊 如果没有T2的话 这个B就会往下掉哦 那边我意思 你的T2拉着好 所以的话 T2对B来讲 它是往上拉的 所以T2往上滑 OK 但是哦 如果你画A的话 看A的话 A当然有一个中力哦 没问题 OK 当然 都这个T1断了的话 它就会往下掉嘛 代表 对2A来讲 对A来讲啊 这个T1往上 这也没问题 这样T2讲的半呢 你要这样想 牵一只狗 这个重点是绳子 然后牵一只狗 假设 一只狗 但是狗也很奇怪啊 不管 你拉这狗对没有错啊 但是哦 其实你拉着的时候是 你会feel到 这只狗在提杠的嘛 是 就算它跟着你跑都好 你需要有抵抗的力 代表 对这狗来讲 这个力 是往上 这样拉过去的 但是哦 对你的手来讲的话 它应该这样的 它应该是 有一个抵抗的力 它是反过来的 这也是一样哦 对A来讲 这个T2 如果没有T2的话 它会更金钟 代表 其实这个力量是往下的 往下拉的关系 导致它变得比较麻烦的 OK 这是它们的关系啊 所以你们要自己看一看哦 OK 这种T1T2的哦 你要做多点练习 就知道它怎样看了 OK Tension Force 那在我们讲这个最麻烦的是 我们的摩擦力啊 OK 这样摩擦力的话 有分两种 一种叫 动摩擦 一种叫 静摩擦 Kinetic Friction Force 或者叫做 Static Friction Force 当然 Kinetic Friction Force 还会分 Sliding跟Rolling啊 就是滑动跟滚动 当然 滚动呢 会比较容易哦 因为为什么我们的车用轮座 我们车轮还是用沿行座 因为容易滚啊 滚动的摩擦力一定会小过 滑动摩擦力 OK 而这 这两个同程我们要做 Kinetic Friction啊 所谓的动摩擦 这样 Cinetic Friction指的是 静摩擦 OK 所以嘛 动摩擦比较简单啊 动摩擦的话就 就看到你 到底你的表面 有多么的粗糙 因为粗糙的话代表 你的表面的摩擦力就会大哦 那从方面的表面啊 还包括 你的 Pressure Asset on the surface 其实 我们的 Friction 都是跟你的 Normal Relation Force 有关系的 你对这个表面 施多压力的话 代表 它就给那个物体多大 Normal Relation Force哦 所以就讲 这Normal Relation Force的大小 就影响你的 摩擦力的大小 讲一下哦 一本书放在桌面上 你要推它 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你用手 压制它的话 要把它拉出来是比较难的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手的力 是像垂直的哦 垂直的力 垂直的力 马上是不会影响到你的嘛 但是为什么会影响到 因为它产生了更大的摩擦力 导致你比较难拉 当然动摩擦 一般上来讲 都会跟你的 Motion 就跟你的运动方向 都是相反的 一般上 但是静摩擦 比较不同 我再给个例子啊 到底什么时候 静摩擦的方向 会比较 特别的 我再讲一下 不过我们讲一下静摩擦 讲来的哈 所以一般上来讲 你想想一下哦 如果你拿 你去Shoping Mall 现在不要拿去Shoping Mall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去Shoping Mall 它去Shoping Mall的话是 你把你的Tori 装满的 Supermarket 装满的那个Tori 你要推哦 发现到 哎 比较难推的 动了其他的话 是 推的比较简单 那是什么呢 是因为 你的摩擦力 变 小了 讲的变小 我再讲一下 因为你把他推的都是推不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力不够大 你要先克服他所谓的 最大的 静摩擦力 我来讲一下 我们来克服你所谓的 最大的静摩擦力 它才会动 例如 你最大静摩擦力 可能你中的问题是 很重啊 在这个静摩擦力 大概可能是 80个牛顿 你4个10牛顿的力给它 小过80 推不动 你推不到 到50推不动 到80的话 它恰好 可能会动 因为你要知道 当合力为0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 静止不动 或者是匀住直接运动 那它一动了过后是 它就变成所谓的 动摩擦 而这动摩擦 它肯定会小过 我们的静摩擦大小 所以的话 你推好过后是 如果你要匀输 会发现到 其实比较难推 推动它 会比较吃力 推这会比较省力 这样子 对啊 而这个东西要注意 要是行什么 我们这个公司 动摩擦的话 可以直接带公司进去 找动摩擦可以直接带 μk乘R 等于fk 就是你的动摩擦大小 μk乘我们 是一个细数 我们要做摩擦细数 μk我们要做 动摩擦细数 这样 μs我们要做 静摩擦细数 而这两个公司带的时候 是要小心 ok 我再讲一下 静摩擦的公司是算 你最大的静摩擦力 假设我算出来是80牛顿 如果你是10牛顿的力的话 请问下这个东西会不会动 byx my 表示一下 然后我又画一个 Fibrogram 这有一个物体 有一个重力 有一个R 它是摩擦力 不动啊 如果你没有推的话 是没摩擦力 你注意看啊 这东西有动吗 没有动吗 有摩擦力吗 没有 如果有摩擦力 它代表它会往一个方向动啊 代表左翼没有力嘛 代表它才不会动 记得啊 它是没进去摩擦力 代表这个时候 你的摩擦力能力0 我知道你最大静摩擦力有什么 80牛顿 你最大静摩擦力啊 80 假设啊 80 你放10牛顿的力给它 哎 最大是80 你放10 它会动啊 不会动哦 不懂我意思什么 你摩擦力有什么 应该就是 10 因为 你二力平坑的话 它才会 静止不动 如果你把这个力 加大啊 交到50 它小过80 代表它还是不会动哦 代表这个摩擦力 会跟着变成 80到50 如果你推去10 它一样是去10 因为你还是你的力小过了你的 所谓的 静 摩擦力 小心点哦 OK 这个要注意的啊 这个公司是来找我们的所谓的 最大静摩擦力 而不找摩擦力大小 静止不动摩擦力的话 下来看Fibro diagram 首先来看那个力 有没有大过你的静摩擦力 如果小过的话 就不要 那时候摩擦力跟那个力一样打 OK 所以这边有血压 一般上来讲 所以Fixional Floss的大小就是 Fx大过等于0 或是小过等于Fx max 是我们的最大静摩擦力 OK 大家继续看 上面这个是一个图哦 OK 如果摩擦力不动的时候 我们的静摩擦力等于我们的力的大小 除非你这个力 大过你的静摩擦力 这样 这样的话 你摩擦力立刻变小 那所谓的动摩擦力 而一般上来讲 不管你跑多快了好不好 两个百分之间的摩擦力的话 都是 一样的 OK 但如果 你考虑买空气阻力的话 就另外讲法 那空气阻力的话 属于气体跟 液体的流体的现象 那种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我们这里只是讲 固体跟固体之间的摩擦力 讲看看 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摩擦力的 要注意这东西 还要注意了 进摩擦力 有时候方向是 会比较特别的 我给个例子 给个例子 什么例子 这个 假设我叠两个东西上去 一个A 一个B 这有一个表面 如果 我拉这个上去 拉这个走的话 拉这个A走啊 这两个不同物体来的 一个A 一个B 那你要画它的 FreeBotagon 它它会加速啊 一个A 它会加速 你画这个FreeBotagon 整个比较好画 如果画整个的话 整个的话比较简单啊 大家再买这个表面 没有摩擦力啊 反正A跟这个 没有摩擦力 这样跟没摩擦力啊 这样讲画这个东西 有机会的话 你画整个 整个比较简单 直接 这样子 拉力 F OK 好还有摩 还有一个 A跟B的重量 像什么 还有A跟B的 还有这个A对表面的 压制表面的压力嘛 还有一个 所谓的脆脂肪作用力 一个R 这边有WA 跟WB 当然记得画摩 你的加速度方向 记得啊 会加速东西记得画你的 加速度方向 你没有画的话 就错 好了 就是 你要注意事情 当然这个有两个物体嘛 总共可以画三个FreeBotagon 一个是整个 一个是画A 一个是画B 那有三个物体的话 尤其是可以画很多个FreeBotagon 当然前提是 他们的启动啊 OK 按照 整个A加B 那我们只画A一把哦 OK 这样 其实哦 如果现在上面有摩擦底的话 其实这个B啊 它就会掉下来 如果现在上面摩擦底的话 人家A 不管拉很快拉很慢都好 拉很快的话 B就会掉下来哦 这是我们学过的嘛 关心 这关心有关系啊 因为拉很慢的话是 如果现在上面摩擦底的话 这个B是会掉下来 但是因为有摩擦的关系 这个A 这个A跟B之间 有一个摩擦力 导致这个B不掉下来 那假如不掉下来 你注意看哦 我想看B的哈 因为A比较复杂 我们看B的话是 你注意看 B有什么力 有一个往下的重力 还有一个A给B的 NormalRefense 因为A躺在A B躺在A上面 A给它一个垂直反重力 有一个RB啊 但是你要记得 这个A跟B一起动 有一个加速度哦 那你什么会跑 什么力 还有什么力 还有就是你的 B跟A之间的摩擦力哦 往哪里 应该是往右边 因为 因为 如果你往左边的话 这个B应该是往后跌的 是因为它跟着往 这个FB的关系 跟着往前的关系 它才会跟着往前 所以盘察来讲 动摩擦力哦 一定跟着跑的 跟着你的方向 反过来跑的 只是进摩擦力的走势 有时候要注意一下 它的方向那里 往哪里跑 好像这一个 它就是往 跟着往右边跑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东西哦 OK 当然 A的有什么力 A就比较 复杂一点点了 就是一般上来讲 我们整个画的B吧 那时候画A 因为很一样哦 有一个WA B在上面 代表也是一个WB哦 有一个RA 还有 还有 我们的 拉力 那当然为什么这个B 没有画F 因为F没最强在身上 F没最强在身上的关系 所以B是不用画F的 所以我们画F的关系 这样子啊 那这个有动到就画F哦 A跟表面摩擦力啊 这我们讲没有了 这样什么力 还有一个就是A跟B的摩擦力哦 往哪里 往左边 因为 这个FB 是一样的 而且它们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因为 A给B一个摩擦力 B这个给为A一个摩擦力 它就代表这两个是 一堆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大小一样 方向 方向 相反 所以我们想画A不要少拍A的 因为A比较难的话 OK 大家这样子哦 我希望我讲这个会让你们更清楚 比如说你要进行摩擦力的方向 怎样看啊 你懂啊这个的话 是其实做的题目哦 都会比较简单一点 OK 所以你们这个就参详一下 那这题目比较难啊 如果你不会的话其实也 还好 至少基本要会哦 什么是基本的呢 就是这个 至少这个整个大大个的图 你会画 但如果这个问题有摩擦力想办 那这个A跟Table有摩擦力的话想办 然后获得一个摩擦力吧 加个摩擦力 加个摩擦力上去啊 OK 那这边也是一样哦 加个摩擦力上去 就可以了 只不过差别在于 这个FA用谁算 用这个RA来算 OK 这个F用谁来算 用这个RB来算 因为是 B压在A身上 所以才有摩擦力 所以的话 这个FB是要是用RB来算 所以不要用错方 用错地方来算哦 OK 那这个 这个立体我没有给很多啊 我这也没有给立体啊 因为 其实也解了很久 我就没有解立体在里面咯 OK 这是一个 动摩擦力跟进摩擦力需要 注意的地方 OK 这样加起来 这样我们真正进入立体之前 只是 我们先讲一个 比较 特别的公司啊 或者是比较 让你算公司算得比较快的 是什么咧 我们的 Lami Turum 那这有什么ILA 什么使用 LamiTurum是一个这样的公司咧 他讲如果 一个东西是 Force Inquilibum 就是合力为零的话 而这张一个利 那是一个同一个平面 OK 同一个点 做到同一个 同一个物体上面 然后 又是 不成交直线了 的话 你可以用 这东西来做 这我们叫LamiTurum 当然这个公司有更复杂的地方啦 不过我把它省略掉 我只画成一个这样的图 就是把你的利的方向 全部 从内 往外画 就有这个F1 F2 F3 那你看这个个别的夹角 是多少 而变成这个所谓的LamiTurum 怎样看的咧 好像这个F1 要对应的是 2跟3的夹角 哪一个 好发哦 如果你看的是F2 对应的是1跟3的夹角 是Beta 如果你看的是F3 你对应的话又是1跟2的夹角 那这个我们要做LamiTurum 当然 这个公司哦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诶 可以成绩掉很多步骤的 因为我平时你做合力为0 有三个利的话 假设啦 等一下我会换个立体啦 那只好 所以我用比较传统的做法 或者比较慢方法的话 要把它变成 FY F2Y F2X F3Y F3X F1Y F1X 这样做会做很久 那如果三个利的话 罢了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它 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画出来 然后是 直接算这个夹角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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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用LamiTurum 来做 把这个利对应的是这个角 然后这个利对应是这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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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好多过后 就要找到我们的 F1 F2 F3的大小 OK 就这样子 但这个其实很像我们的 塞入 塞入 塞入型的塞入 只不过 我把它 呃 把塞入型变成一个这样的形状 我把它改形状了 所以的话 看起来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三个向外的箭头 我们用LamiTurum来找 这样还有对应的加角的话 就会找到我们的利的大小 这样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好 这样我们讲了 比较简单的立体 第一个 还有六个焦通灯 有一个15块焦通灯 用三角生子来帮 你帮着啊 这样三角不动生子来了 所以我们改一个名称 这要提一 这要提二 这要提三 所以一样第一步 先看这个图题是我们来的 当然它没有讲是讲的 会马上你挂小红灯 它就静止不动了 如果没有封的话 所以的话 那把它静止不动哦 这是你第一个懂东西 第二个是换你fuel的 刚才话讲话 小红灯 画一个 然后 天花板跟墙面 我是不会拿来做参考的 所以用哪个参考呗 用 这个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点有三个粒 三个生子的粒 合在一起 那我们会用这几个点啊 当然我们先画这个小红灯 比较简单哦 当然不管这个 比如fuel的有更多 简单的话 都要画出来的啊 反正一个习惯 因为你没有画出来的话 所以会扣分的 所以反正一个习惯把它画出来哦 所以的话 这小红灯 有一个重力哦 多少 45kg 所以的话先算出来哦 重量等于m乘上g 还有是15kg 卷宝 那我少 147N OK 这样 画这个fuel了对吗 什么力 这中央灯 有一个往下重力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往上的t3 因为 这个断了的话 这种东西往下掉了 还有这个力往上 所以t3 跟w 那因为合力为0 上下力一样大 所以summation f 改个名字的话 特别来的吧 是我们的ft啊 等于0哦 上下力一样 所以t3等于w 147N 那接下来 就画上面那个点了 那点有三个力 有t1跟t2跟t3 怎样看呢 一样哦 这个点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的t3的话是 这神指会讲的 他应该是 会先这样的形状 因为挂到神指的关系 他就会往下拉下去 他就会直哦 然后这边其他样事情啊 我们的神指来张力哦 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的神指没有被拉直的话 它是没tension的 如果你的神指没有被拉直的话 它是没tension的啊 这个要千万要记得 OK 如果他神指没有被拉直的话 它就有tension了 OK 所以的话 这个t3就不少把它拉下去了 这个点来讲的话 你的t3 应该是往下的 OK 这样对于这个t2、t2来讲 看来讲看来 一样哦 如果断掉的话就这样跑 它会往下滑过去 这个是往上拉的 它撑着它吧 t2也是一样哦 如果它断掉的话 它就会往右 左边往左下滑下去 所以一样哦 还是跟它往上 那接下来 你要懂这个力多大啊 你力多大之前 等一下看你的方向怎样跑哦 23度 快水平线 那一错角 43 那边也是43 那这边的话就是 25 但是你比较 传统做法的话 怎样做 我真的都会比较啊 所以怕 传统做法就变成 y跟x的方向哦 这是x 这是y 这是比较慢的做法 我只是修一下你们的那个联力讲解吧 我没有来修那个答案什么 我等一下修答案什么 这个t 往左上角 代表往上跟往左 t又要往右上角 所以往上跟往右 所以往上跟往右 代表这个t y 代表这个t y 再t x 继续看哦 四重度在这边 四重度在这边 这边的话有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t y 代表这个t y 就是多少 就是 对边咯 就是t e sine 43度 这样这个就是t e cos 43度 这是5度 t e t e sine 25度 这是 t e sine 25度 但 穿统做法的话我懂得是t y 就是t e x 穿统做法是什么 f r f x 0 穿统做法 不要乱想法 往上有多个例 两个 t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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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什么 往下 t 3 就讲我知道 t e sine 43度 再加上 t y sine 25度 或者147牛顿 或者147牛顿 然后这个要懂什么 f x 左边倒一个例 一个例 就是这个 t e x 右边倒一个例 应该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t 2 x 也就是讲 我们的t e cos 43度 会等于t 2cos 25度 过来开始解写6 因为两个位置数码 t跟t 解写6 把这个代音区 解到位置 但因为这样做 会很麻烦的 你要算这个东西是 会比较麻烦的 我建议你们 如果用这个法做的话是 这个东西哦 最好不要先换成小处啊 先用我们的cos 跟sine来做先 因为过后他会把它变成dangion 如果你会带的话 OK 但是这个方法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来讲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OK 就把这个图擦掉了 我画了一个sine 一个t 3 一个t 2 还有一个t 还记得拿密切人吗 我们拿密切人来做 怎样做叻 找夹角 正是三度 正90 代表 43加90 133 25加90 115度 还有一个这个力 这个角度 180-43度 2-25度 多少叻 112度 这个构式 因为我们知道它合力为0 才可以装作 记得啊 合力为0才可以装作吧 二屏幕只是要让你找 比小的fors的话 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要找合力的话就不要这样做 要是合力为0的话就可以这样做 这是用达密切人的条件来的 你这样做好构式就可以写的 写公式 这个角 T0的一个角 2跟3之间的角 115度 所以T1 比上 3 115度 会等于 T2比上哪里 130的3 因为是1跟3的加9 T3呢 112 因为是1跟2的加9 因为是1跟2的加9 这个构式可以找出来了 为什么呗 因为T3已经找出来了 多少 147牛顿 可以带你去找单 非常的快 找到T1等1 144 40牛顿 所以 然后T2就是 100 16 牛顿 这种方法做啊 会快很多啊 但是 因为这种方法还效会啊 因为有时候你要找合力的话 这种方法找 会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如果跟你讲 这东西往上你加速 往上你减速 那种方法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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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法还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但是 如果是打密集团的话 是 我这样做的话 会快 非常非常的多 我就会知道他们的 力 跟角度 多少 OK 如果你要找 好像把这个T1 T2 T2 T3 加起来的 你就不要这样做了 OK 去看好T1的题目啊 好像这个合力为零的 都会这样做 那是我们的拉密球人的一个 做法 OK 但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题目啊 OK 那题目 我们就 大概 讲一讲 有可能这个Video会大概 2小时长 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要自己 看着办 看要不要跳啊 但我也一样会把这个 Video 会 分阶段来看的 OK 分了几个阶段 你们去看你喜欢看哪个阶段 你就看咯 OK 那我接下去了 看下来 这一个 那种鞋面也是比较长处的题目 这就是人家 画你负了 讲话诶 这是一个鞋面 鞋面跟 地面的角度是40度 emm sorry 啊 角度不懂 那他给你讲 satting coefficient 就是这个μk 是0.4 如果是近摩擦的话是 0.6 他们如果 要把这个东西给他自己滑下来的话 你的斜波的角度要多少 OK 这样一样咯 第一个前做我摩诶 换你的freeblogger 那现在讲 find the minimum angle at which the block start to sleep 代表 我们先假设它静止不动先 OK 因为你的静摩擦力 再把你的向下的力 要大过静摩擦力才会动 那我们先把它 先算静止不动的时候 做好时间了 这样子就会跟我们的力 一样 往下的重力 记得它这个freeblogger 画出来的 用尺画出来 OK 然后 然后 躺在这个鞋面上 然后鞋面给他一个 normal 它有摩 它往下滑的话 你要抵抗它 它不会往下滑 那边有摩擦力 往上 这个是你的重量 等于mg 这是你的r 这是你的 摩擦力 做鞋面的题目 一般上会把你的xy軸 跟着转 怎样转呢 你的鞋波 那一面就是你的x軸 跟这个鞋波垂直的面 就是你的y軸 看 好 记得把这个画出来 因为 这不是一个 deforce定的 所以你要给你老实讲 这个是写的 这是x 这是y 然后 r跟x就不用分了 因为r在x軸 f在你的 所以r在y軸 f在你的x軸 你就不用特地去画 这样唯一要画 分的哪一个 是我们的这个重量 怎样分 一样 x軸跟y軸 跟这个鞋面一起分 要不要 一个往这边 因为是 你把头大概转一转 转向你的 就是跟着 那个Y軸 所以这个是你的x軸 就是你的y軸 这样看角度 这是地打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是 9度点地打 换句话说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地打 因为 这很9度 这是9度点地打 这是一个直角 随着地打 所以你还会看到 OK 这样子的话 你就知道 这WY跟rx有没有关系 这WY是什么 它是地打的0边 它是mgcosθ 这个是地打的对边 这个是wx 它是mgpsθ 因为我们假设 这开始都是 合力为0 因为把这个最大 金模式找出来 我们来找 水帕 当然找金模式 最大的金模式 的话先找这个F 出来 那我们最大的金模式 在多少 所以我们先找出来了 那找出来先找Y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R等于 WY 又等于 R等于 mgcosθ 这样加上去 这样找这个 后果就找我们 WX 因为NX静止不动 所以WF X等于0 用导致力 两个 WX跟 F 那我们知道F是什么 X就是我们的 μs乘R 因为我只要进行摩擦力 才是 the best the best the best 就是mgsinθ 然后把这个带进去 所以mgsinθ 等于 mgcosθ 是 所以 m是会主数来啦 不过没关系 你把他越掉 因为讲个一样嘛 越掉 要知道 μs等于多 所以 因为S有 所以我应该是 Sign在这边 Cosn在这边 把他移过来 变成Dangent Sign是Cosn 等于 μs 0.6 就知道 他就有少 他就是 33.02 代表 你为了对抗 他的 经营摩擦力的话 你至少要推到 33.02 他才会往 下 滑 这样表迪他问 如果他会动了的话 结束多少 他会动了的话 是会变成他 变成了所谓的 动 摩擦 他立刻变小 从0.65 变成0.4 他就变小 他不然是Astressional 像一样哦 首先 他会动的话 代表他会往下滑 画个A给他 A就要画 但我老是 你老是我 这个频道的 这位YouTuber 也不算YouTuber 通常画的话 画个A哦 这个A 再画一个箭头啊 为什么要画箭头呢 要跟这个力的东西 区分下箭头 因为每个这样画的话是很乱的 就每个这样画很乱 所以我怕 或者区分下什么要力 改成一圈的话 我就用一个双箭头来表示 这样因为你的滑 就有的是 你的Y的方向是没有变的 代表 你的F 一样是 μR 是我变成 μK乘R 但是你的 Y的方向是没有动过 它一样是顺着那些滑下来的嘛 代表还没有上下滑动 所以的话 R 一样是 MG cos 那第二导度 每个都第二导度哦 因为它是 X the angle 一样一样一个 然后开始算这个东西哦 它往下滑代表会加速啊 因为Summation F X 等于MA A往下 跟它一样方向就来加 跟它仿方向就来减 要换成哪一个 WX WX -F 等于MA 你把它再进去 就变成 MG Sine Dita 剪掉 0.4 MG Kosita 等于MA M去掉哦 变成 A等于 G Sine Dita 剪掉0.4 G Kosita 等于 那时候Dita 一样3302了 把它再进去哦 G带9.8哦 换出来档案是多少诶 换出来档案就是 3.2 M PK OK 就这样 这样如果它问1.5M 要花多长时间 要知道它是 本来是Adress的 如果定时不动 要把U等于0 A等于3.2 然后 乘多长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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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时间 那简单 那这个你们的Q2那种 你的Motion Equation 你要这样做啊 所以S等于 U T加1 A T平方 那是0 那是0 再带你去哦 1.5等于 1 2分之1 乘3.2 乘3.2 乘上 T平方 到底多少诶 T就是 0.97秒 0.97秒 也就是说 你要让它滑下来的话 首先你要先抬到3.2 它一滑到过后 滑过这个斜坡 1.5M的话 只需要 0.97秒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题目啊 用选择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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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啊 不过几率比较低 因为这个题目比较简单 用选择的题 如果只有8KG跟2KG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定滑轮程上 还会怎样 当然这个定滑轮程度是比较简单的 当然我等下会 有另外一个video 就會解釋一個更複雜的Pool System 那這是一個定滑輪噢 你們已經從從學過了 定滑輪只能摸一次 就是你在拉的時候是 你這個滑輪是不會動的 所以我們要做定滑輪 那如果拉的時候滑輪跟這個動滑輪 我們要做動滑輪 再講一下 然後接下來 還有這個acceleration跟這個tension 一樣噢 那這種東西是先要設你的acceleration多少 講完一次 你的acceleration設錯方向是沒關係的 你要加說這個方向設錯是沒關係的 那你要設在合理 什麼意思咧 意思是這樣 如果你明知道這8kg是這2kg 你用上講像8kg跌了 把這個8kg往下射 往下跑 這2kg要往上跑 一般都一樣是 那這種你設錯方向是沒關係的 什麼意思咧 那你把這個2kg放在往下跑 代表 這8kg要怎樣 你要跟它往上跑 因為順著去 這樣這個往下的話 就要往上 如果這個要往下的話 左邊這個往下的話 右邊這個要往上 順著去的啊 你不要同時間 破兩個牆下就好 我一般上來講 是會分開 就順著去這樣走 那你不要收錯方向 那這邊我不要收錯 故意不要過 我們今天不要故意發收錯方向 我們明知道8kg往這邊 往不要中的地方走就可以了 8kg往下 2kg往上 然後這樣我就開始畫 所以畫 畫出來就畫 所以8kg 可以2kg 所以一樣 有一個重力往下 一樣 有一個重力往下 然後 還有一個 Tension咯 但不管對哪個物體都好 這Tension是往上 為什麼咧 因為如果這個斷了的話 它就往下跌 直接跌到更快 這斷了的話它就會往上跑 就往下跌 代表不管哪個情況都好 這個Lead都是往上 OK 這T就是往上咯 你自己判斷一下 如果生死斷了的話 它會怎樣 它會跌更快 代表這個Lead往上 還要拖慢它 這2kg本來往上跑了 斷了會怎樣辦 它會往下跌 代表一樣咯 把它往上拉上去吧 所以把它往上跑 看咯 然後這T 就是T 這樣這個是8kg跟2kg啦 這樣我們直接算出來咯 OK 這樣 這叫1啊 這叫2 那B多少 那B多少 那M1xG 也就是 8xGN8 也就是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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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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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解釋最寬完的是這個減體這個加體 相較 1加2他就知道了 78.4加9.6 等於是個A 那我知道答案A多少 也就是5.88 給我提算出來就知道 31.36 6吋 31.36 加劇 這題目的話是跟我們的 牛頓的地場中的有關 最後一個反作用力 我們來看一看 好像這一個 這邊兩個物體 一個6KG 一個4KG 然後這個力80牛頓 本來是在一個 REST ON的Smooth 在表面沒有差力喔 你看到Smooth啊 Fissionless啊 在表面沒有差力的意思啊 然後還問 這兩個不知道的Excelation多少 然後B 給A的力多少 A給B的力多少 這個重力反作用力 我們先看整個講話 這邊兩個物體嗎 整個講話 整個就是簡單 整個的話 他就有一個 推力喔 80牛頓 有一個重量啊 兩個重量 要什麼 整個 整個物體 整個物體放得起來 上去的R流槽喔 就一樣的話 Excelation啊 往右邊推 米摩擦列表往右邊跑啊 所以Excelation往右 沒有問題 他就成你的 80牛頓 他就成你的WA 跟WB 他叫A又叫B啊 這個比較簡單喔 才會是fxn0 fxn0 ma sorry m是哪一個m 兩個m 所以的話又是 ma 加mb 乘A 有多少 6加 4乘A 多個例 一個例喔 往右邊 所以80喔 還有80牛頓是A A等於8 比較簡單 表達聽不是這個啦 表達聽不是到底 A對B的例跟B對A的例 大家都這樣看 你這樣看喔 80牛頓推這個A 為什麼B會動 80牛頓沒有動到好 為什麼B會動 因為 80牛頓推A A推B 代表A推B的例子 就用這個4KG來走 我們看這個4KG 他就有一個 往下的重力 往上的R 跟往右邊的 例 這例是所謂的A推B的例 一樣Exceleration往右邊 然後有一個WB 跟RB 一樣看這就好 所以Summation F B X等於 NB 乘A NB多少 4 4A 導力一樣一個力 FAB 那多少 FAB等於 48 22 牛頓 走出來 然後既然 A推B上是2牛頓的話 代表 B給A的力 應該也算是2牛頓的 對方向相反 大小一樣 方向相反 OK 那如果不信息的話 我們再畫A的 A人的一個圖給你們看 OK A有什麼力 一樣喔 有一個 A的重力 有一個網上的R R RA Hairbox Newton 然後你要記得 A推B的時候 有一個力給他 代表 B給A一個力 然後在方向相反 這樣子喔 FBA A 是你的R A 是你的WA 是你的F 然後一樣會有一個加速度 往右邊 因為一起跑嘛 所以一樣快喔 你看這個也是一樣喔 Summation Fax 等於NA 乘A 那就是 F-FBA 這個A 6個A A6KG 所以要不要 80-FBA 等於6乘8 48 要我減下去的話 代表 32 那其實 你們做這一步就過了 做這一步就過了 因為這一部分 可以不用再做了 因為這是一個 最用力跟反正最用力 這做出來值得不了 簡單的答案對不對 OK 如果只是算答案的話 基本上這個可以不用做 這個藍色這一盤可以不用做 OK 我先把我們 第一階段的 最後一天講的 小關鍵 那這一題是比較特別的啦 就把一個華人跟我們的蝦波合起來喔 這是一個比較長處的題目 OK 所以它有一個蝦波 它是算數度 然後 然後 A是5KG B是8KG 它們如果 如果A跟 這個蝦波的 這個蝦波的多值啊 的 μ是0.2的話 它們 摩擦又少 Essential的少 Tension的少 大家聽過也比較緊張喔 先換你Essential的少 往那裡跑 當然這個8這個5 我會幫他講 這次代表會往這邊跑啊 不用懷疑的嘛 正常的嘛 是 一個8一個5 就像這個B比較輕都好 很大機會來講的話 A是往這個B比較好 因為B是垂直的 在這個蝦波 蝦波的話力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要記得喔 最常是往這邊跑 這樣我先畫B唷 看B有沒有力 A比較簡單嘛 先畫B 階B就有一個 往下的重力 跟 這個Tension T 一樣往上 W A往下 然後勒 這個蝦波的這個東西 一樣喔 有一個重力 因為 之前卻拿著好了 所以他往上 跟這個蝦波往上跑 當然這個表面上面有一個 接觸 所以有一個R 然後 有摩擦力嗎 我先往哪裡 這樣你適合往右邊跑的話 你適合往右邊跑 你有沒有適合往左邊跑 沒問題 那樣子 那代表 這是你的 R 你也F WA 跟T 第一步 先找我們的FrictionForce所掃 所以一樣 再畫一個XY做出來 X就是你的蝦波 Y就是跟它垂直 這樣子 再次找R出來啦 找R兩種 一樣喔 分出來 W A Y W X 好一樣 30度在這邊 W A X 3度在這邊 代表這邊是60度喔 等於是 30 OK 你不明白的話 幾畫一畫就知道 為什麼60跟30 我今天不想解釋啦 所以要這樣做 所以先算R出來嘛 因為這個東西 引著血波跑了 它沒上下跑動 所以把summationF A Y 0 代表R 等於 W A Y 零變成哪一個 所以A Y也就是了 就是A Y OK 這樣A Y是這樣 就是W A 零變成哪一個 零變成哪一個 算得多 所以W A cos算算得多 那先把W A算出來啦 我們再把W A跟W B 先放誰都可以了 先放誰是可以的 我們放誰就先了 就R 等於 M A G cos30度 但M A是8了吧 代代一下 OK 那這個我們來代一下 M A是5所以 M A是5 代一下 所以5乘9乘8 42.40 牛頓 然後加上去算你的F哦 F等於μR 帶進去啦 到0.2 乘上42.40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答案是 8.488 但是因為通考的關係我們只能放2個小數位 我們就放8.49牛頓 那就把I做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的做法是跟今天的華人一模一樣啦 所以一樣哦 summation F 等於 FB等於MB 乘A 就看這個 一樣是WB WB -T等於MB 乘A 這裡來看我們的FAX啦 它就是MA乘A哦 那就是 T-F 它記得哦 它記得誰 VB 這一個 因為它也是X的方向來的 所以不要忘記啊 很多人會忘記這個東西的 不要忘記 因為X的方向來有三個例 有T 有F 還有WX 不要忘記它 還有WX T-FB T-FB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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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30度 也就是 5G 30度 P -T-FB -FB 沒有關系啦 那把他解釋力哦 那這也不修出來講解了啦 那答案就是 T等一 50.48N A算出來是 3.49mps 那這是我們第一階段的 有關Flash and Motion的 預料 這樣 如果你們看完覺得不錯的話 也是一樣可以 按LIKE 分享 訂閱 OK 當然 我會把下一個的 Youtube Video 的連結會放在那個 Clic上面的 所以你們就按進去 就可以看下一個Video 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